大家好,我是嘴妈 我们在织毛衣的时候经常会织到麻花 小麻花还好说,大的麻花织起来就比较困难 今天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个小妙招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是我织的一个小样 首先我们用它来找一下这个问题处在什么地方 这是20针的麻花,后边是10针,前边也是10针 我已经穿好了 我们要把前边的10针压在后边10针的上方 就这样 首先要织后边的 你看这样织起来就比较困难 是这样的镀线比较短 如果把这儿的镀线加长,织起来就轻松了 把后边的10针织完以后,我们要织前边的10针 你看,这10针就不容易过去 也是这儿的镀线比较短 这儿的镀线也需要加长 下面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把这两处的镀线加长 这个麻花,它是把右边的压在左边的上方 刚才给大家演示了,是这个位置的镀线紧 还有两个时针中间的镀线比较短 如果是左边的压在右边的上方 那么就是这儿的镀线紧 和中间的这儿的镀线紧 那么我们要把右边的压在左边的上方 就要把这个位置的镀线加长 还有中间这儿的镀线加长 左边的也是一样的 我就直演示右边的吧 我们就要在牛麻花的上一行加长 就是在背面加长 边上的针我们照长织 这是中间的 我们织十针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针织好了 我们在这儿绕线加针 这就是我前面跟大家说的小技巧 这样就把这个镀线就能加长 接下来这十针照长织 四针了 五针 六针 七针 八针 九针 十针 这十针织完以后 我们在这儿再加一针 这儿的镀线也就加长了 后面是下针 我们就这样加针 接下来我们到了正面 边上的针 把它织一下 接下来要牛麻花了 右边的压在左边的上方 我们要把前面的十针 这样首先脱下来 夹的这一针也就跟着脱下来了 中间这一个架的针也把它脱下来 我没有麻花针 就用这个毛一针 把后面这十针穿起来 再把前面这十针穿起来 加的那一针就把它放掉了 接下来我们织 你看这样的话呢 这个镀线一下子就加长了 很轻松的我们就把它织了 这下很轻松的 你看这边也一样 这个镀线一下子就加长了 也就很轻松的直过去了 这个技巧我分享完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儿 想看更多的视频 请点击我的头像 谢谢你们关注 我们下期见